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同样的来跟各位继续分享 我在2011年去日本自住行 长达半个月的行程 到底我们去了什么有趣的汽车景点 去了看到什么有趣的汽车事物 好的我们在此前的节目 跟大家聊到我们第一天 到这个第11天的行程 上一集我们讲到我们第11天 来到了静岗的 静岗县的第一大城 不是静岗市再次重申 静岗第一大城是宾松市 并不是静岗 甚至有很多新幹線的 静岗市这一站是不停的 那么我们到宾松干什么呢 宾松是日本的一个机车的重镇 它当年是有本田三叶还有Suzuki 三间摩托车都在这边搞的 那当然我们去的 因为小弟我对摩托车没什么兴趣 我是去Suzuki的博物馆 主要是看汽车 当然在Suzuki博物馆里面 其实机车才是主角 我觉得汽车站的份额没有很大 毕竟这几年 Suzuki的获利来源 主要还是靠机车 汽车因为Suzuki 他做了一些经济型的小车 对他财务的获利是有限的 好的 我们上一次讲完了 整个Suzuki的博物馆 那么结束博物馆形成之后 我看了一下 当天还有不少的时间 我当地的车友就问我说 徐兄 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这时候我灵机一动 不如我们去看一下福特好了 所谓的看福特 当然不是说 福特有什么博物馆在冰松 当然没有 福特这个车子 你说跟日本有没有什么渊源 我觉得除了他跟马自达 有合并的关系之外 我看是没有什么渊源可言 那为什么要跑去看福特呢 一方面那时候有时间 二方面 各位不要忘了 在日本 我去日本那个时候是2011年 2011年 各位你知道日本的福特 什么车子卖最好吗 你猜得出来吗 那个时候我想一下 那个时候台湾的福特卖最好的应该是Focus 那时候库嘎 库嘎那时候上市了 大陆那时候一定是Focus 那时候Focus卖的可好了 这个新款旧款的Focus一起卖 日本你会说拆Focus 当然不是 为什么Focus日本没有卖 什么车卖最好呢 我告诉你就是Escape 你一定会吓一下 怎么可能 没错 而且在Escape是哪里做的 就台湾做的 就是在台湾你看得到那什么Escape平方 那种Escape卖最好 你会觉得怎么有可能啊 当然是的 不要怀疑 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福特 他还卖了什么车呢 你听到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是Escape卖最好 他那时候还卖了Explorer 还有卖了这个Mustang 还有这个Lincoln的Navigator 不是废话吗 这个Explorer Navigator跟Mustang 都卖到什么价格了 对不对 而且本身你要买那么大的SUV 或是跑车 那日本那种市场就很小嘛 所以当然只剩Escape 这个车子卖的比较好了 而且还有一点很好笑 其实很多人根本在日本 他不知道Escape这个车 他来自于台湾 甚至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车是Tribute的双生车 反正他可能对福特这个品牌 就好像是一个美国品牌 好像这个品牌不错 这个价格也算是实惠 那就买了 那个时候很好笑 我特别叫我日本的车 那我们还有点时间 你看冰松有没有福特的展示间 他说有 冰松毕竟是金刚第一大城 怎么可能会没有福特展示间 当然各位 你现在你去冰松 你去日本任何一个城市 找不到福特展示间 为什么因为福特后面几年 好像2016年2015年左右 就退出日本市场 到现在到我们节目录制 现在是2022年 都还没有在日本正式的贩卖 你只能找到一些 平行输入的福特车 这个福特日本早就已经退出 早退出日本很久了 那为什么会退出去呢 那这边我们当然就知道 一定是销量不好 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跟各位讲一讲 这个福特在日本的演变的历史了 我们知道这个福特这个亨利福特是发明出所谓的流水化生产线的嘛 所以他让汽车的大量的生产 让汽车的售价的大幅压低 所以在市场上根本就是轻销了 所以在市场上也相当的厉害 那当然其他对手也纷纷学他这个流水线生产的这个思维 那既然他在美国大卖 所以福特也背负了所谓的美国主义 那就是开始到世界各地去请门踏户 日本也不例外 我们此前在跟各位介绍到 这个日本丰田博物馆的时候有讲到 他里面有展示出一台这个雪佛兰 这种老的雪佛兰 而且他当年在日本生产的 其实在当时我们就有跟各位讲 在二战之前 其实不只是GM 福特也在日本有生产线 有组装过一批福特 当然随着这个二次世界大量爆发之后 这个美国这些车厂就彻底退出来 他们不希望说我变成帮你们 好像军用工业在这个生产制造 这样不太好 但是福特本身在战后又继续背负的美国主义 也就是说要宣扬美国的国威 所以他曾经在日本 是代表着美国在那边亲门踏户 跟这个通用跟着克莱斯 克莱斯特还好 像我们三大车厂都会把克莱斯特忽略掉 而且福特当年他在日本卖的 不只是福特 林肯 Mercury什么的 都有在那边大放异彩 甚至如果各位有看过西部警察 这部日本的连续剧 这部连续剧如果各位没看过 强烈建议各位可以把这部连续剧搬出来看一看 这部连续剧是人类史上毁掉最多车的连续剧 而且空年绝货 我不相信之后还有任何一部汽车连续剧也好 电影也好 有办法毁掉那么多车的 而且还有一点 当时他的报复场里面是最爽的 你现在就是看到的好莱坞 哇 这个什么呆哈的毁掉一堆车 那个很多报复场面都是假的 都是那个虚拟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环境保护的意思 当年那个时候70代80代 那个日本可没有 你爱怎么招怎么招 爱怎么报怎么报 所以那个时候他里面因为他有日产去赞助 所以他各种车子叮叮叮叮了一大堆 那他其中有好几集就出现过福特 其中还有一集我印象很深刻 他出现了Mercury的Cougar 其实Cougar在当年在日本的形象相当好 为什么 他外形很帅气 而且是那个合眼头灯的Cougar 就等于你车轮上看过去 看不到他头灯在哪里 那款Cougar 他size也不是很大 性能也算是不错 价格也不算是很贵 所以当时在70代 福特其实在日本车 在日本车团单上来讲 还算是有一席之地 但是随着日本其他国家车陆陆续崛起 70代之后 尤其12危机之后 福特在日本的形象就开始一落千丈 直到福特把马自达给买下来之后 他摇身一变 变成了马自达的换标车 当然外观有点不一样 而且他搭着马自达在日本广阔的通路 所以他一度又在日本的市场慢慢站起来 但是我必须讲 只是慢慢 你说站得有多起来 其实也还好而已 尤其马自达人心不足 蛇吞象 我们知道过往 丰田日产本田三菱 在日本有很多的展示 有很多不同的经销体系 各位如果对这种日本的汽车的经销体系 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此前曾经有好几节 节目跟大家好好聊 日本的什么车的展示体系到底是怎么样 比方说像以前 Toyota有什么Toyota Auto Toyota Toyota店 Cara店 Nets店 Torpeto店 当然前几年他们全部都做整病了 在70年代80年代 那时候日本景气非常好 车子销路非常好的时候 大家都拼命来坐车 我们一个经销通路不够 我们要两个三个 什么有点没的 马自达算是比较后知后觉的 看到人家搞了这么多经销体系 我们也来搞 而且我们要搞的比人家还要大 所以那时候马自达本来规划要六个经销体系 你们最大的顶多搞到五个 我搞六个 但是在马自达这种过度的通路的行销策略之下 第一个 马自达战斗就被分化 第二个是什么 福特就被边缘化了 其实福特在八年代 在日本真的卖的比较像话的 大概只有Festiva 就是Kia Pride的双生车 你说什么323双生车Laser 626双生车Telstar 其实在日本都是稀有车 那么后来马自达因为通路扩张的太快 再加上90年代初期 日本泡沫经济瓦解了 一夕之间全部崩解掉了 福特那个时候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觉得还好啦 反正福特效率本来就不怎么样 而且90代后期 福特总共是开始推行所谓的One Ford 也就是说他觉得全世界要卖同样的福特 所以他就开始把日本福特也转型成欧洲福特 这什么Telstar 什么Laser 我们刚刚讲这些车都不卖了 改卖什么Focus Mondel 那你要想一想 日本当时90代后期的国外车 基本上已经无敌了 人党杀人 不党杀佛 你今天搞一个欧洲的Mondel 欧洲的Focus 谁瞄你啊 对不对 你总不能虽然说我们Focus是什么WRC的冠军 不好意思啊 90代那时候WRC冠军是谁 是三菱的EV 是Subaru的Impreza 对不对 谁把你Focus放在眼里啊 也不是说Focus就没拿过冠军 但是当时啊 这个你用WRC来打广告 无疑是自杀 所以其实福特日本呢 他也很聪明 他当时也没有打这个什么WRC啊 那你没有打WRC 谁知道你是什么是什么 所以在90代后期呢 福特就已经完全被编民的话了 真的 福特要不是在这个21世纪初期呢 有台湾制的这个Escape 不然他会更早离开日本市场 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车 你说难不成你再去卖这个美国的这个 大的Taurus吗 这些大轿车吗 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看他的林肯 他到后来他基本上就只卖Navigator 什么Tankar他也不卖了 不是说Tankar停产他才不卖 他是卖到中期他就不卖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销量 美国车在日本根本是完全用不了的啦 所以呢 这个福特呢 才会当时 反而是台湾制造的Escape 在日本卖的最好啊 这个我相信很多这个台湾的听友 听到这边应该会觉得很傻眼 真的吗 我告诉你 真的 但是呢 很多日本的Escape的车主 真的不知道他们车子是在那边坐的 在台湾进口的啦 在台湾制造的 甚至我们当时我就跑去跟那个展示间的那个Sales聊 他也是很惊讶你怎么知道这台湾做 我说我台湾来的啊对不对 然后他就跟我有一搭没一搭 我就跟他讲这个Escape在我们台湾怎么样 怎么样也对没的 他也觉得很有趣啊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拿了一些资料 反正那天有点时间嘛 这个还还顺便去这个福特展间看一看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OK好 那么我们这个第11天的行程呢 就在这个Suzuki的博物馆 还有博物馆附近的这个福特展间串门呢 画下了句点 紧接着呢 第12天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呢 好的第12天呢 差不多也接近我们行程的尾声了 因为这一次的行程呢 总共是15天14页了 也就是说呢 再来扣了要15天 要搭飞机回去台湾嘛 那你剩12 13 14了 剩个三天 当然就要把最后的压轴的好戏呢 给带进来 那么在大阪这边呢 是不是压轴 其实不是啊 大阪这边算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时候了 大阪这个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是所谓的关西啊 大阪这边的名称最早叫做浪速了 后面叫做大阪 那那个阪哦 他那个阪是一个土字旁再一个阪 那这个名称的由来是所谓的 因为他是一个斜坡了 所以呢 曾经大阪也有人把它叫做小阪了 那为什么改成我们现在这个 应该是左腹右翼了 这个富字旁的 这个不是富字旁的 对富字旁的阪 没错没错 好在我中午 这个国文有毕业 为什么他改名这个阪呢 因为有一说啦 是说这个土字旁的阪呢 会让他觉得是这个这个武士造反啊 因为这个土一个反嘛啊 然后这个看起来就不是很吉利啊 所以才改名叫这个富字旁的这个阪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说法了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 总而言之呢 这个大阪他曾经是这个日本的首都啊 因为曾经在很短暂的前 就所谓的大和时期呢 天皇是在大阪的 所以我们在此前跟大家聊到这个 奈良的那一集的时候 跟各位讲到嘛 过往天皇曾经驻扎过的地方 都叫做府 比方说大阪府 京都府 东京府啊 东京是后来才改名叫东京都了 东京曾经有段时间叫东京府 可是呢 奈良就从来没有叫做奈良府 甚至奈良现在一度还不见了啊 那大阪呢 因为就是他曾经有 这个天皇住在那边呢 所以啊 他叫做大阪府 那当然啦 这个大阪呢 你说有天皇住在这边 是不是大家人民就比较有素质呢 你戳啦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很多人都跟我们讲 哎呀日本人开车手法 手你手你个头啦 对不起差点讲脏话 那是在东京啊 你在东京人的确开车呢 是比较守规矩的 但是呢 你只要一连下东京 尤其你到关西 到大阪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啊 这个开车横冲直撞样样来啊 我在大阪呢 住的那个地方呢 旁边就有个铁路的平交道 我亲眼看过好几次啊 那个铁路平交道 那个柵栏放下 砰砰砰砰砰砰砰 准备这样再放下 对不对 然后那个车子怎么办呢 油门一踩 冲过去啊 谁在管你的 然后像我们在这个什么 煤田啊 就是这种这个商业聚集期啊 这边过马路 对不对 那个人潮很多嘛 那当然搬马线 我们都会想说 哎呀日本的驾驶呢 都会这个让我们这个 这个行人先过嘛 不好意思大阪呢 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大阪呢我没遇过好几次啊 就是那种车子呢 等了不耐烦 就按喇叭咪咪 直接冲过去了 不管了 不管你的 然后在路上呢 三不五就看到有人在那边 乘冲直撞 这就是关西 不是说我们瞧不起他们 这就是一个现象啊 这个不用去 不用去 比如说啊 这个日本好像在开车 很礼貌 那只是一小部分的日本 也有像关西人这种开车 很豪放啊 很豪爽 就像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 这个名古人 这个开车超速啊 信号无事 就是闯红灯的意思啊 你到了大阪 你就会理会到 其实日本人开车 日本人也是人啊 各种不种规矩的这种行径呢 你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所以不用太羡慕说啊 好像这个外国的月亮比较远啊 其实大家都是人啊 这个在大阪呢 各位不妨去观察一下 大阪人怎么开车的 怎么停车的啊 跟我们在一般所设想的 日本人规规矩矩 那种方式呢 真的是有点落差 当然也不是说 他们有多横冲直撞啊 当然也没有 只是相对起东西来讲 他们的确是比较横冲直撞的啦 那么我们在大阪呢 这个行程呢 就比较近了啦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这次去大阪呢 主要是找一个车友 这个车友呢 我认识他 到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呢 快要20年了 是我很早以前玩摩扬车 认识的一个车友 那他住在广岛啦 只是呢 我这次行程呢 你说我要跑去广岛 我发疯啦 这个坐新干线 不知道坐到什么时候 那最后呢 就折中 他来大阪这边找我 因为大阪离广岛比较近啊 让他来东京呢 我觉得也不太好意思 所以呢 他就在大阪 我们在大阪车站见面 那他呢 就带我去这个大阪烧杀掳掠了 那大阪有什么地方好 Shopping呢 当然也有啦 大概就两个地方啦 一个叫梅田 一个叫日本桥 那么大阪相对啦 你真的要仔细的去买东西 他的确那个火力 是不如东京啦 也不如这个什么 静刚 我们之前讲的什么 鉴定团啊 或是名古屋的买取王国啦 但是呢 他你真的要买呢 还是可以好好的买 是没有错 只是那个时候呢 已经逼近这个行程的尾声啦 所以呢 嘿嘿 我的战斗力就没有那么强啦 那么再来就是呢 因为那个车友 他是这个也是两条 两条腿在走的 就11路公车啊 所以呢 我如果买太多东西 我要自己扛啊 我觉得这样不方便 所以在大阪那边采买呢 我就显得是这个 这个很熟练啦 那有趣的是啊 我们在这个 应该是在日本桥附近逛的时候 我不是很确定的距离地点 我们还经过了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叫做赛马场 而且我们那天正好是赛马日 各位如果你有看过 那个乌龙派出所 我们台湾翻译叫乌龙派出所了 也有人翻译叫做 这里是葛氏归有公园权派出所 你有看过这个乌龙派出所了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主角两斤看起 他喜欢去赛马 然后每次他逢堵必输啊 其实呢 我经过那个赛马场 我也看得出来 那边气氛不太一样 为什么 外面有很多警察干什么呢 第一个赛马场呢 他基本上是现金去下注的 所以呢他会用这个警察 来护送这些现金 第二个是什么 真的有很多那种赛马的赌徒 像两斤看起一样 哎呀 这个一跑马跑出了 就开始撕东西 开始砸东西泄粪 这些警察呢 也起到了避免这些 这些人闹事的这种用途了 所以呢 我车友就跟我讲 这边赛马场 你不要多待 这边是非比较多 叫我赶快找了 好的 那至于呢 我后来在大阪 又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嘿嘿 我们就留待下一集 继续跟大家讲讲 我第12天 在大阪看到什么样 有趣的事物咯 敬请大家期待 我们下一节节目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 去支持我们 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聊咯 拜拜